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首度走出了基辅 到哈尔科夫州来慰绕前线的官兵 而就在泽伦斯基到访之后不久 哈尔科夫市传出发生了数起的爆炸声响 另外英国媒体引述了军情局方面的消息指出 普丁他的病情非常的严重 甚至很有可能已经死亡了 不过坦诚外界不可能知道真相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现身在哈尔科夫慰绕前线官兵 这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 他首度走出首都基辅以外的地区 他颁奖表扬有功士兵并且发放礼物 而根据外媒报道 就在泽伦斯基到访后不久 哈尔科夫市传出数起的爆炸声 市中心的东北方冒出大量的黑烟 稍后泽伦斯基表示 哈尔科夫仍有三分之一在俄军的手中 这结果应该每个人都应该在国际上 各在国际上和国际上 过了几个礼拜相对平静的日子 但是最近一直受到俄军的炮击 在此同时 英国媒体暴露一项惊人的消息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可能已经死亡 报导引述一位英国军情六处消息人士的话说 普丁近期公开录面的影片 很可能是预先录好的 另外某些场合则是由替身录面 而这个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典礼上 出席活动的可能就是替身 而他的亲信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 对他的死讯会保密到家 不过这名消息人士也坦诚 外界不可能知道真相 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这一回还大受军威 成功试射了一个音速飞弹 而美国正在考虑提供乌克兰先进的远程火箭系统 由于这个射程可以达到俄罗斯 一旦成真的话冲突就会有升级的风险 俄罗斯在乌东陆续有斩获之际 再度大秀军威 成功试射告石极音速巡异飞弹 射程约1000公里 俄罗斯总统普丁称告石飞弹 是俄国新一代无与伦比的武器系统之一 行进速度可达音速的9倍 而俄罗斯国防部周六宣称 已经拿下乌克兰东部城镇 同时也是主要铁路枢纽的力慢 乌军坦承遭到挫败 但是正全力阻止俄军向其他地区的挺进 尽管乌军顽强抵抗 但是俄军似乎要全面掌控 顿巴斯地区当中的卢干斯克州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坦承 情势非常的严峻 而外媒报道拜登政府正准备提供 乌克兰先进的远程火箭系统 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这是乌方提出的最高要求 由于远程火箭可以发射数百公里的炮弹 甚至可以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 因此一旦成真冲突将会有升级的风险 记者综合报道 染疫民众如果服用了辉瑞抗新冠口服药物 有望能够降低重症 还有死亡风险 可以说是救命先丹 但是在美国出现一些患者 他们吃完五天的药之后 症状再度复发了 因此美国的CDC建议这类民众 需要重新隔离五天 也有专家建议 低风险族群可以不用吃 美国有许多确诊患者 在服用辉瑞抗新冠口服药 被拉为Paxdovey的五天后 症状再度出现 病毒量增加 筛减也是从阴性转为阳性 美国CDC担心这些患者 会重新散播病毒 因此建议民众要是症状复发 要再重新隔离五天 并且戴上口罩十天 有专家认为风险非常低的患者 可以不用服用被拉为 特别是已经接种三剂的患者 不过人建议高风险 或75岁以上患者服药 目前当局还不清楚 症状复发的原因 但辉瑞认为病毒量增加 不一定和被拉为有关 目前还没有看到患者 出现抗药性的问题 此外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筛减站 提供裁检看诊领药一条龙的服务 民众要是检测为阳性 可以当场透过筛减站拿到被拉为 让患者能及时获得治疗 美国各地已经有超过 2500个快筛站实施 而香港从4月中开始 就像60岁以上长者 免费提供快速抗原测试套装 随着防疫措施逐渐放宽 港府宣布将免费发放的措施 延至6月底 以鼓励长者多做快筛监查身体状况 预估会发出约600万份 每个人可以免费索取最多5份的快筛套装 记者总统报道 中国大陆上海市在昨天公布了 加快经济恢复还有重振行动方案 提出了8方面50条的振兴措施 包括了对餐饮旅游等行业的补贴 环缴无险益金等等 同时呢6月1号开始 上海取消了企业复工 复审的这个复产的审批制度 也就是所谓的白名单制度 全面推进企业复工 提振疫后经济的力度加大 在大陆上海陆续解封了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很多的怪象 民众挤爆了高铁站要返乡 人群当中竟然出现了孙悟空 全副武装跟着挤高铁 另外呢不少上海男人 封城两个多月完全不刮胡子 超级颓废的野人模样 就连妻子都认不出来 大陆上海逐步解封高铁车站 挤爆返乡人潮竟然连孙悟空也来了 只见这位孙悟空全部武装 还戴上悟空头套 提着大包小包行李挤进车站大厅 民众看了笑翻直说 难道齐天大圣是金斗云坏了 才跟大家挤高铁回花果山 而封城两个多月 不少上海男人干脆不刮胡子 上海一名女子po出老公 封城七十三天后的影片 直说怎么看怎么像野人 跟过去封城前干净利落模样比一比 还以为自己换了个新老公 还有人这满脸胡子一刮掉 瞬间年轻二十岁连老婆都认不出来 眼看上海疫情好转 大陆和北韩交界的东北地区 却出现新一轮确诊 官方指出这波疫情是从边境往内扩散 虽没指名道姓 但恐怕是在暗示病毒可能从北韩流入 但金正恩已经开始宣称疫情好转 官媒重启宣传战 公布上个月阅兵的纪录片 当时金正恩没戴口罩视察彩牌 至于美国加州州长则是打了四剂 还被突破感染 将接受美国会认药厂五天口服药疗程 面对新冠痛极 全球依旧灾情频传 记者综合报道 好当然除了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之外 现在大家也比较担心的就是猴豆了 因为猴豆病毒再多给欧美国家继续传播 现在通报的国家都已经超过20国 病例更是超过了200例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特别警告说 这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还有专家警告 猴豆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超变异 最后导致人跟人之间更加容易传染 必须要加快速度来做应对 过去几乎只在非洲流行的猴豆病毒 在多个欧美国家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疫情还在可控范围 但也直言目前病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截至27号猴豆病毒扩散到全球20多国 英国106例 西班牙98例 葡萄牙74例 美国12例 墨西哥也通报境内确诊首例 各国累计病例超过200起 专家认为这波猴豆疫情 传播方式很不寻常 许多欧美国家确诊者都没有非洲旅游史 西班牙病例暴增 几乎都跟当地一家三温暖 举行的同志集会有关 由于猴豆会透过飞沫 亲密行为 或共用医务传单而感染 不排除是在集会过程中传播 但传染病医师提出警惕 每个人都可能感染病毒 不该针对特定族群 与国国内储备大约1000剂猴豆疫苗 和1亿剂对预防猴豆有效的 天花疫苗 CDC也计划为实验人员 公卫人员等提供疫苗施打 目前世卫组织认为 没有必要大规模接种疫苗 但有病毒学家说 猴豆病毒的进化远超过预期 甚至可能出现超突变病毒 增加人与人传播的速度 呼吁世卫组织加速应对 以免重蹈新冠肺炎复彻 记者综合报导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销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